大家好,这里是蜂牛爱世界 饭局是古代文化里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顾名思义它指的就是一群人在一起宴会聚餐 然而饭局的事业看上去简单,其中的局子却含义丰富 自古以来,人们利用饭局来交际、应酬 而有时也用饭局来勾心斗角 举例来说,在古代就有着三场改变了历史进程的饭局 他们每场都非常经典令人回味无穷 这第一场饭局可能也是古代最著名的一场饭局 便是鸿门宴 秦朝末年各地纷纷爆发起义 义军们共同约定先恭敬咸阳者为王 然而实力最强的项羽被秦军主力拖住了脚步 反而是刘邦靠着谋臣们的出色计谋走在了前面 率先进入了关中 当时项羽的谋士范增看出了刘邦的威胁 便与项羽设计在鸿门设宴 准备在宴上诛杀刘邦 这一计划原本天衣无缝 但项羽的叔父项伯 曾被刘邦的谋士张良所救 为了报答恩情 他连夜去找张良 将计划合盘拖出 张良得知计划后 并没有听项伯的建议立刻离开 而是带着项伯去见刘邦 刘邦一番巧舌如簧的辩解后 项伯相信是项羽误会了刘邦 于是表示愿意当中间人调解矛盾 回到项羽的军营 项伯主动劝说刘邦先入关 是为项羽扫除威胁 是有功之举应该善待 第二天刘邦赶来拜见项羽 前者主动示弱 后者则大方接受 双方有好落作 宴席开始不久 范增便多次举起自己佩戴的欲绝 来暗示项羽可以动手 但项羽却示弱无睹 无奈之下范增召来项庄 主夫他趁武剑之时将刘邦赐死 随之项庄开始武剑后 项羽发现他抑郁对刘邦不利 便也主动起身与其共舞 并用身体护住了刘邦 随后张良急忙叫来了凡快 并让他保护着刘邦 趁上厕所的机会逃走 张良则留下拖住项羽 刘邦成功从鸿门宴上逃走后 便前往汉中立兵落马 并最终击败项羽 建立了延续数百年的汉朝 第二场饭局发生在西晋末年 叫做新庭会 汉朝灭亡后 天下分裂成三大政权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三国 三国最终又被晋武帝司马延统一 西晋存在不过数十年 却先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和永家之祸 前者指的是皇后贾南风干政 导致的以八位藩王为主要参与者的动乱 或者则是八王之乱后走向衰落的西晋 被匈奴军队攻破首都 皇帝被俘虏 国家灭亡的历史事件 永家之祸后 西晋正式宣告灭亡 北方的土地大半落入了胡人的手中 原本的好族们纷纷逃到长江以南地区 史称一关渡江 因为思念故土 南逃敌士族们常常来到位于 静南京市与花台区的新庭望着北方饮酒消愁 当时的名是王导得之后 趁着他们又在新庭饮酒时 前去立声说道 当共入立王室 克服神舟和制作储球相对气血 王导的话惊醒了 神静于忧伤中敌士族们 他们振作起来 共同帮助东晋政权发展壮大 新庭会的重要程度非常高 因为若不是王导的一席 镇龙发聩的话语 或许这些是祖母会接着消沉 而北方的胡人们则会大举南下 将九州全境占领 古代的历史可能就因此完全改写了 最后一场饭局也是鼎鼎大名 他就是杯酒式兵权 宋太祖赵匡应本是后州武将 后来外出征战 行至途中是被重将领拥立位帝 最终建立北宋 这就是著名的黄袍加身 成为皇帝后 赵匡应却没有就此安心 毕竟他当皇帝的过程实在非常简单 南宝以后的将领不会模仿他 再来个黄袍加身 为了杜绝这一隐患 赵匡应在宰相赵普的建议下 开始了对高级将领兵权的剥夺 剑龙二年961年 赵匡应在宫中设演 邀请了石守信等重要将领来参加 九郭三巡他故作哀伤地叹道 如今当了皇帝 却还没有当年当节度时时快乐 现在甚至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众将询问理由 他回答道 是不难之 据此位者 谁不欲为之 众将听罢以为皇上怀疑自己 纷纷表示现在天下一定 没人敢有异心 对此赵匡应还是叹气说 就算这些将领不想当皇帝 但万一被手下强行劈上黄袍 到时候也是身不由己 听了这话 就算是平常勇猛无比的武将们 此时也都顿手涕气 请求皇上只是一条名路 赵匡应见时机成书便劝说道 清冷和不适去兵权出手大翻 君臣之间 两无猜疑 上下相安 不亦上乎 听完这话 众将心里有了数 第二天便纷纷称病 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 杯酒是兵权后 赵匡应的皇权得到了巩固 但随之而来的 还有宋军战斗力的减弱 以及将领地位的降低 这一举动当时巩固了政权 却导致了日后的宋朝 一直是处于众文清武的状态 历史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